好棒 在這裡 來 過過來 60多歲的李金燕 常年吃素 15年前擔任保母后 把如素帶進幼兒生活 簽合約之前 我都會跟他說我吃素 小孩也要跟我吃素 家長都會開心接受 腰果 棉角 嫩豆腐 葛頭菇 食材全部下去炒 紅蘿蔔 馬鈴薯 好 這樣可以加咖哩 電鍋再燉一下下 吃飯了 吃飯 吃飯 前後帶過六個孩子 再加上自己的孫子 都觀察到如素對孩子的好處 他跟我女兒兩個出去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精力 都比人家旺盛 真的他們小時候沒有因為什麼 拉肚子或是腸胃炎 他們的過敏 生病吃藥幹嘛 我覺得好得比一般小朋友快 苦瓜 他媽媽說 苦瓜他會吃嗎 我煮的苦瓜不會苦 要給小孩子吃 你要先穿上自己吃 好棒 哈囉 你好 要找什麼嗎 不要找 因為我有朋友吃素食的 然後我想要買素食的保健食品 素食人口越來越多 同時也開始注意選擇素食的 營養補充品 日本日系的食品 都會裹一些糖衣食 然後不知不覺就 我才知道 這個是 就是這是婚食 對之類的 所以我說要來這種店比較方便 友善的地方 然後所有人會來問他 30多歲的藥師張永逸 在媽媽的肚子裡 就開始吃素 因此選擇開立 蔬食藥局 從商品選擇替民眾把關 那大部分像是蝦紅素 DHA 然後或者是絞殺吸 這些東西 其實它一開始 是源自於動物身上發現 但後續因為生技產業的發達 它都已經可以從植物去萃取了 這一類產品它是素食的 所以一般來說 可以避免掉的就是 可能膠囊殼是昏的 那也可能是明膠或蟲膠 篩選後的產品 明顯比一般藥局少 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廠商也擔憂 有辦法長久經營嗎 那就為了要賺錢 或留住這個客人 我們就會覺得說 那就不要賺錢吧 我們做了下來 那我們就繼續堅持 跟大家解散 但如果做不下來 至少我們能夠守住 我們的堅持 無論是愛護環境 為了健康獲生命 大家在這個領域盡一份心力 營造友善環境 讓更多的人能夠體會 舒適的美好 在這個領域等很消失的